今天我们介绍的菜式是麻婆豆腐 材料有盒装豆腐、猪肉、红椒、葱、草菇和蒜头 调味上有 先把豆腐切粒 葱洗净后,去尾切粒 红椒我们就去头去尾,辣椒物我们就不要了 接着我们就切成粒 草菇我们一开四,再把它切粒 把猪肉切碎之后,我们就加些鸡粉 盐、砂糖、生粉和水混合 放在一边,腌它一会儿,备用 如果想在煮这个豆腐的时候,没有那么容易散开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滚水浸一浸豆腐 我们把猪肉切碎之后,我们就加些花生油 然后就将鲜头醃好的猪肉碎下去炒 炒到猪肉上色之后,我们就加些蔬菜粒 再加些花雕酒和少许清碎 再加些花雕酒和少许清碎 许清碎,稀鹅,身体擦 hung voisin, nuts,砂糖、豆瓣酱 抹蒜,、胡椒,番茄烫 und BHID John169 S%. ồized 把豆腐放入汁中,轻轻拌均匀 加入生品水和芡 最后加入少许老抽调色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,这道菜就完成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黄豆高飘龄吃得多会幻想痛风症呢 有研究指出进食黄豆及其制品是不会有发痛风症的发作 也不会提高幻想痛风症的风险 反而饮用含糖饮品,过量摄取肉类,饮水不足和超重肥胖 会增加幻想痛风症的风险 所以避免痛风症运上门 我们应该减少饮用含糖饮品 避免进食过多的肉类 每日饮8-10杯水和维持理想的体重 呀 我们下集完 咱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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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洞